上集说到刘川峰一记漂亮的单手补扣 助力湘北将分差追至八分 山王众人开始怀疑人生 下半场从轻松吊打湘北二十分 到现在竟然被追回了十二分 一起来看全国大赛第四十四次 山王的替补席也变得鸦雀无声 湘北这支球队让人看不明白 山王进攻 身经提醒和田和泽北 如果那两个一年级的小鬼打出自信的话 那就麻烦了 能不能压制他们 就看你们俩了 泽北轻松说道 我们只需要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而且三倍奉还 身经明白 因为刘川峰的那一记 单手补扣 激发了泽北的斗志 泽北自信地看着身经 请把球传给我 泽北的反击开始了 中村发现山王粉丝 开始更加卖力地呐喊加油 弥生说道 那是因为山王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轻松了 没想到湘北竟然把山王逼到如此近 湘北潜力还有多少 山王进攻 湘北的防守滴水不漏 山王替补球员们十分着急 刚才的四分钟内 仅仅拿下三分 如果再没有人站出来 那只能叫暂停了 说话间 鹰幕突然断掉小和田手中的篮球 刘川峰拿球迅速反击 山王大海 快回防 刘川火力全开 飞奔前场 粉丝团们兴奋地摇起呐喊 此时 泽北迅速跟上 奔跑中冲着队友们摆了摆手 尖兵的眼神告诉大家 放着我来 说话间 刘川已经起跳 准备再来一个单手劈扣 泽北追上 飞身一把按下篮球 没想到 刚一落地 泽北就拿到篮球 飞机一个加速 直接过掉攻城和三井 赤木插上鞋房 泽北一个转身轻松甩开赤木 篮下只剩鹰幕 大吼着起跳风盖 泽北瞅准时机 在鹰幕双臂之间高抛出手 篮球空心入网 刘川不敢相信 湘北全队竟然被泽北一人团灭 泽北轻蔑地看着刘川峰 还来吗 鹰幕怒视着泽北 你给我等着 这一球可算是让山王的粉丝们出了口气 泽北 我们已经等你太久了 困难关头 还是要靠超级王牌的 鹰幕气得浑身发动 那个臭小子 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刚才那种上篮 分明就是想戏弄的天才 何田过来说道 河北可是第一次 在日本用这样的方式上篮 双方的分差又回到了十分 不过只进一球 便把全场的气氛都改变了 真不愧是王牌选手 但是我们湘北也有王牌 屡次让对手哑口无言的王牌球员 关注我下集更加精彩